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需要知道的其实是不少的 但是我也发觉时间太有限 我其实上一条片都留了一些话没说 希望今天能够持近这些时间 因为我还要讲到我们如何进入这个领域 上一条片 第二条片我们讲到第二个领域就好像一杯水 很混濁的水 是不是 它好像搞搞动 由我们起床以至睡觉 就好像搞到混乱了 很混濁 看不清 所以需要我们赴上代价 赴上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让这杯水静止 然后我们才能够被神的光光照 然后我们才能够聆听神的话 这个是上一条片所说的 第一条片很着重的就是清心 因为清心的人才能见到神 充满着罪恶 充满着私心的 你一定见不到神 也听不到神的话 神向你说话你也听不到的了 而主也说过 我的心如果注重罪孽 主必不停 第一条片或者第一个层面是必须有清心 上一条片是必须要离开自我为中心 因为为何自我为中心 我们引用到的经文就是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原来我们日常生活 包括教会 祷告聚会 都是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们在祷告的历程 是要离开自我为中心 无论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那样东西是多么宏大 离开 去到一个地步就是 是单纯为着赞叹 单纯为着欣赏主 敬畏主 爱主 而存在的 以至到我们 有时候在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由第一个过程慢慢进展 可能会依赖一些主题 坊间譬如基督教界当中 会有所谓的默想和默观 我们有时候都会依赖一些主题 比如说你思考一下 思想一下 恩典或者怜悯 或者说神的爱 然后就着这个主题 好好安静慢慢进入 神在你过往一生当中 或者是你所经历的里面 点点滴滴 帮助我们进到 停留在神的爱里面 这些所有的教导 其实都是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层面的祷告 而进到第三个层面的祷告 因为是一个旅程 由自我去到神那里 慢慢脱离自己的了 甚至乎进到第三个层面 你是不需要靠这些的帮助的 你有没有发觉这个都很自学性 当你要去定一个主题 然后才去到主那里 某程度上 都是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 因为你定了 你定了今天就是恩典 明天就是联敏 是你定了 这个某程度上 都是在自我里面 不过你慢慢开始远离了 远离了你的所要的 你的衣 你的食 你的怎样 不是好像一张列表 没错 你定了一些题目 不过你是畏着神 你可能藉着环境人事物 藉着夜空 藉着太阳 藉着万事万物 赞叹神 但是你也是有一些的贫值 是吧 去到第三个层面 是近乎去到无我 为什么我说近乎去到无我 因为我又很难去说到 有哪一个人能够去到百分之一百无我 所以只能够这样说 去到一个无我的状态 你是不需要靠任何一个的题目 然后去到主那里 那个情况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好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和一个你所爱的人一起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不是需要找一些活动 是吧 最初就认识他的时候 看一场戏 是吧 或者去喝杯东西 这要藉着一些东西 增加大家的联谊 但是这个已经是脱离第一个步骤了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将我们所要的 可能是比较自我的 我想这样 我想这样 但是去到第二个步骤 不是我想这样 而是你想怎样 是吧 初初就说我想看球 但可能对方也不喜欢看球 想对方陪你看球 不是啊 哪一队打哪一队 我最喜欢哪一队 我想这样 去到进入第二个层面的讨告 就是尝试了解你想怎样 你想我怎样 进到第三个层面 就是不是我想这样 又说你想怎样 而是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不需要靠言语的了 去到一个地步就是 你和一个很相爱的人 坐在那里 你已经觉得甜思思了 你已经觉得足够了 全世界只有你两个足够了 我不知道在镜头前面的大家 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可能你的初戀 有没有试过一个这样的阶段 可能都会试过 去到第三个讨告的层面就是这样 那好了 我们说回究竟如何去达到这个层面 我之前都说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光景 或者是一个领域 有点像坊间的冥想 为什么说有点像坊间的冥想 因为今天坊间的冥想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是独立于宗教的 在某程度上 都只是去到我们的第二个层面 讨告 因为坊间的冥想 很多时候就是想 尝试直接冥想 来到去舒缓我们里面的压力 情绪等等 无论你是坊间 有不同形式的学习 有时候会直接某一些东西 你思想一下 某一点 或者某一样东西 以那个为中心去思想等等 又或者有些冥想打坐 是以你的呼吸 又或者你身体某一个部分 作为你那个中心 里面安静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中心的 然后捉住那个中心 越来越深的进去 去感受你身体的呼吸动作等等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是应该停留在第二个阶段的讨告 正如我刚才所说 基督徒都有所谓的默想和默观 就是类似他们所说的冥想 因为都需要值着某一些东西 但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严格上来说 是应该近乎无我的 为什么我说近乎呢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方向 不过我们不可以无我的 如果有一些宗教的冥想 打坐是去到无我的状态 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 我在很久以前都听过 有一些这样的见证 就是他在其他宗教 去打坐冥想 他进入到无我的状态 就很容易被邪灵来入侵 其实人呢 我们要知道是一个弃冥 来的 神做人的时候 为什么他要给阿当阿夏娃 有选择分别是恶数和生命数呢 就是他要让人有一个主权 接受和拒绝 这个是选择权 所以神是不会 撒旦也不会的 你发觉他为什么 在伊甸园的时候 为什么不跳进去夏娃里面 就是鬼上山 接着就扎果果来吃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神也不会的 但是神设定了这个规则 所以撒旦也不能越过 神自己也不会越过这条线 所以撒旦也更加不可以 神也可以给我们有选择权 设定了这条规则 所以撒旦也要最多是引导你去选择 他不可以跳上你的身上 然后让你去摘那个 分别是恶数的那字 不行 所以当人如果将自己 你处在一个无我的状态 一个空的器皿 有没有遗疑呢? 主不是举过一个比喻的 如果那个鬼 看见有间屋打扫干净 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会另外请七个 恶鬼进住在里面 这个意思 那个比喻 其实都可以套用在我们身上 人其实是一个器皿 一个灵里面 一个无我的状态 没有神的状态 但是其实很容易 就会被撒旦来进住 人因为都有灵魂 是不是? 连我们自己 都将这个位 好像在坐的位置 让一让开的话 那撒旦就很容易 会入侵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进入到第三个讨告领域 是一个危险的地步 必须要建基在我前两条片所说 是一个向着主 清心的人 然后慢慢好像一个历程那样 去到就是以主为中心 藉着不同的可能环境 就是主题 恩典、怜悯、爱 或者等等等等 公义那样去默想神的自己 然后再来进到一个地步 就像我先所说的 你和他在爱浓到一个地步 是可以四目交头 不需要言语 也不需要靠喝东西 靠我们去看一场戏等等 我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来做比喻 那怎样去进到这个境界、领域呢? 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操练的 不是一下子的 也都随着我们爱神的心越来越浓 我们慢慢就不需要靠着一些主题 我们可以合起我们双眼 这个我所说的 就是大家必须要有之前的操练 就好像 假设你和你的另一半 又或者是朋友 大家试试坐在那里 合起雙眼 你有没有感觉到对方的同在呢? 会的 因为你真的相信对方在那里 大家一起合起雙眼 试试玩这个游戏 试试合起雙眼15分钟 你会不会里面有很多的差异 他是不是去了厕所呢? 他是不是去了哪里呢? 等等 如果你集中到一个点 是很相信对方的存在 而且如果那个还是你的爱人 你会很感受到当中 好像整个空间都充满着爱 只有你们两个 我们和神进入第三个领域 都是这样 我们不需要靠着任何的 就在那个空间里面 好像整个宇宙只有我们和神 不过呢 我们也要举一个比喻 就好像是可能应该玩过一个这样的游戏 就是你一张白纸 A4纸白纸 在里面点很多个点 很多个点 然后呢 你就聚精会神去看着其中的一个点 你会发觉你是看不到其他点的 是不是? 你只会看到你聚精会神看着那个点 我们的肉眼做到这样的果效 淑灵都做到这样的果效 在你那个灵里面 聚焦在神那里 你会发觉慢慢很多的思绪飘出来 但是呢 我要说又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操练 你要慢慢学习聚焦在神那里 而这个聚焦 为什么聚焦在神那里呢 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 当你合眼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信心 你要有一个爱慕 去到一个点 就是 就好像你和你朋友坐在那里 你是完全相信他在你面前的 虽然大家都合眼 你是完全不会怀疑他走了去厕所 或者知而此类的 操练第三个层面的祷告都是这样 去到一个地步 你是能够很聚焦 你一合眼睛 你就已经是很能够停留在一个 不受环境人事物打差 然后很容易就会聚焦到那一点 你和神就在那个空间 你进入到这个领域 而你也是在一个 惯常操练的里面 你是很容易 会掌握得到 在任何的情况里面 哪怕是很嘈杂的环境里面 当然是安全 因为你要合上眼 在安全的环境里面 你很容易进入得到 你和神之间的那个领域 如果你在一个不安全的 譬如在街上 当然你很容易就会担心 会不会遇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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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所以也一定要在一个 很安全 和不受打差的环境里面 所谓不受打差 是说可以很嘈杂 但是不会有人拍你 叫你等等 在这个领域 可能给第二个阶段 更加需要时间 甚至有时候可能 跟第二和第三个阶段混在一起 有时候也会混在第一个层面的讨告 但是如果你是慢慢进到第二 第三个阶段 应该会离开 就算你今晚 假设已经操练到一个很纯熟的地步 就算是这样 你可能开头安静下来 你都会先进入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层面 因为始终我们都是受着时间空间限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的人事物冲击 都会从第一个层面进入 有时候也会 但是慢慢进到第二个层面 开始静下来 接着静到第三个层面 是不需要 甚至会很享受 和神之间的停留 今天我们不会用太多的经文 但是也不会解释太多的经文 也会讲解里面 我等一下会轻轻读一读一些经文 那篇的诗篇是讲到神的无限 无所不在 我们在当中进入第三层的讨告里面 也是进入一个这么无限 无所不在的领域里面 但是当然不需要藉着这个诗篇 如果要藉着这个诗篇来默想的 那是第二个层面 我只是借着这一首诗篇来提到 就是神的广阔 神的无限 神的奇妙 在这几年 我回想 在最长的时间 就是进到第三个层面的讨告 就是应该是五年前 你说五年前 几年前才有一次 因为那一次是最长的 那一次是五个钟头 为什么会有五个钟头 在一个讨告里面 而这个讨告还可以是不大言语的 当然我所说的是混习的 第二个第三个层面 第二个第三个层面 现在数上都差不多六年前了 原来 当我入境英国的时候 在爱丁堡里入境 那个官员就说不让我入境 然后叫我坐在长椅里 那里 叫我坐在长椅里等他 不知在什么 他在那里看 看来看去 其实旁边有块玻璃 那些人坐在里面 可能他们在里面 看着我做什么 还是不知道 总之是过关那里 旁边有个长椅 他又不让我过去 就是叫做扣了关 那就坐在那里 那我坐在那里做什么呢 坐在那里祷告 坐在那里去默想 默观 然后再进到就是 就是其实有少少 现在坊间所说的 一个流离的状态 就进入到 你好像没什么意念 有时候 譬如我们日常生活 有一种你想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都有个意念 有人举到一个例子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睡觉 但是又未睡着 但是已经快进入睡着 那一下 有些人就靠近 当讲到这里的时候 又扯了过去 又靠近 就是去到前意识那里 那里 那里 你近乎你的意识 是没什么力的 你有没有发觉 当你睡觉的时候 就来睡着那一夜 是没什么力的 但是你又有意识的 进到第三个讨告层面 你剩下的意识 就是停留在神的面前 我刚才所举到的例子 就是 就是两个你和你的朋友 合在双眼 然后进到很灵静的里面 那个灵静 你也很深信对方的存在 而你也充满着爱 享受在那个环境 整个宇宙只有你们两个 这样的状态 基督徒的第三个层面的讨告 我觉得高于现在坊间一般的冥想 现在坊间一般的冥想 其实都是停留在第二个层面的讨告 就是因为他是想 直接这样来到去舒缓 你心里面的状态 压力等等 主要是这样 可以借着不同的方法 专注力放在哪里 但是这些 某程度上 都是一个在自我里面的舒缓 畢竟你的目标都是为了自我舒缓 但是去到第三个空间 你不是为了自我 不是为了我想怎样 而是为了全然 只是想停留 就这样停留在神面前 整个宇宙只有你和神之间 那次在那个关里 真的除了去了两次厕所 还有试过有一次 并叫过去问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回到那里 坐在那里 他说我等 前前后后 隔了五个小时 我就坐在那里 就是普通的坐在那里 其实当在第三个层面的讨告 就是那个冥想式讨告 你可以放松你自己身体上面 你不需要有什么姿态 又要屈脚又成盘膝等等 不需要的 总之用你最舒服的情况 呼吸也是 坊间可能的冥想 他会教你如何呼吸 控制啊 调节啊等等 其实只要用你最舒服的方法 就可以了 而我呢 今时今日呢 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各种原因 我是屈室坐在那里 那里 那你如果看到我呢 你会觉得我在那里打坐 就是好像那些其他宗教那样 在那里打坐 那我又不一定双手合十 那你讨告的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这个身体这些动作的 就是神都知道 不会因为你双手合十 就特别敬虔 也不需要的 用你最舒服 你会慢慢感受到你的呼吸 都会有时候急速 有时候会慢 也都不需要理他 这些不值得去理的 慢慢把注意力集中到神那里 有任何的思绪飘入泥 有任何不舒服飘入泥 等等 呼吸急速了飘入泥 不要紧要 慢慢调节回到神那里 就好像我刚才举到的例子 你用肉眼看着那张A4纸 虽然很多点 调节自己很专注地看那一个点 第三个层面的讨告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有什么好呢 我相信 譬如坊间所说冥想带来的好处 第三个层面的默想讨告 绝对有齐他们所说的好处 因为第三个层面的讨告 已经包含着他们所说的冥想 而我们基督徒的第三个层面讨告 更微妙的就是 我们跟神之间是进到一个很爱的环境里面 如果能够持之以恒的话 肯愿意付代价每一晚多些时间抽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自己的所有的身心灵各样 都处于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兼且你和神之间是充满着爱意 这个日后我们都说了 杨汉芳不是说到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你要常住在我里面 我也常住在你们的里面 很多人都说过真葡萄树的教训 但是鲜有人说到里面的真正的含义 你会发觉是这样的 当我们用头脑理性去拆解生命上的事情 尤其是灵与灵之间的沟通是很难 有时难以用言语去解释 所以主便说 神是个灵 你不要用头脑去理解明白他 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 不是用你的理性、逻辑、思维、思辨等等 不是 是用心灵和诚实 这条片我们能够尝试 但必须要建基在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 然后我们去进入到 同神有一个无言无语 有无声音可听的境界 这个题外话也说 为什么过往我说灵恩派不够灵恩呢?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同神之间进到灵的里面 不是一定要大爪大闹 或者哼哼哼 你是可以去到一个很深的沉静里面 深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进入到第三个讨告情 你发觉合了一双眼 我不知道已经有多久了 但是你发觉没有那道力 开不了眼的 你是深到好像一个船 没有一个船 扔到大海里面 不容易拉上来的 沉到一个地步 甚至乎不愿意抹大赞 不愿意就在那里抽出来 一般的人不是很难安静 很难去停留 几分钟或者几个字都很难 但是当你操练到一个地步 你是反之而 有时候不是太想的 但是真是有碍于软弱 哎呀 第二支你上班 有时候真的你都发觉 真的自己开始 正如我所说 你慢慢有时候会有些意识飘回来 好像很久 有时候 因为我是屈膝的 好像打坐盆膝 有时候都会 过几钟头 脚都真的会避 那你就会发觉 好像时间都真的差很多 里面的情景是不愿意离开的 有时候会有这样 但是也不行 身体状态 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想读一读诗篇 我假设大家已经是第一阶段 第一层的讨告 我们传着清心 不是一个充满着私欲的基督徒 我们去学习进入第二个层面 再进第三个层面 这首诗篇都是由第二个层面 慢慢进入默想思想 神的无限 神的无所不在 诗篇139篇 要我说 你已经监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走路 我躺我 你都细策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要我说 我舍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拆敌 至高是我不能及敌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滑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神的翅膀 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虎是你所做的 我在武福中 你已浮避我 我要清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为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承认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策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然顶撞你 你的囚敌也妄清你的命 有我说 恨你的 我岂不恨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争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他们 以他们为囚敌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盼望藉着这三条片 我们能够在讨告 和神之间的沟通 这个领域上 越过越脱离以自我为中心 无论我们这个自我多宏大 都要脱离 慢慢趋向神 这个实在有帮助 我们在属灵上更加的尽心 脱离三围的空间 我们有少少讨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得着镜头前面 包括小子 虽然每一天很多的生活 忙碌 繁忙 细节 很多的扰乱 甚至乎令到我们沮丧 忧愁的事情 神啊 求你得着我们 我们将这些 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射给你 我们将一切的需要 来告诉你 但求你也得着我们 好叫我们不停留在这一个 好叫我们在这条 属灵的路上 越过越的进心 越过越的能够离开我们自我 以至到我们开始去留意 究竟你想些什么 你的需要是什么 你想些什么 再进一步 以至到我们不再需要 藉着任何外在的人事物 环境来到与你相连 那是在当中深渊与深渊之间的响应 与你之间有爱的共鸣 神啊 求你得着我们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的圣情 有我们的圆弱 但藉着在我们人生的路程上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与你近近密的联结 主啊 你带领我们 拖着我们每一个 直到见你的一天 我们无悔我们的一生 在生活里面 我们深信 你叫我们 能够得着更丰盛的人生 更加在每一天里面 有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保守我们 每一个 我们要常住在你的爱里 我们简单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我们下一个信任分享篇再见 拜拜 我若醒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任格卡探 你也在那里 我若摘开清身的翅膀 肥到海基居住 我若摘开清身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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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那里 在爱里面 我若摘开清身 我若被激级我若摘开清